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比较惨痛 也比较屈辱的战争 因为日本人在我国领土上做了很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过人都是有善恶之分的 因为有很多日本人也是被强行的拉到战争的队伍当中 他们很可能还是学校中上学的孩子 根本不想参与战争 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叫做石田东四郎的日本人 当初来到中国时也不过是十几岁的年纪 一下子就被血腥的战场也吓傻了 最终没有跟上大部队去往其他地区 而是留在了中国一座小农村里边 被一位叫做孙邦骏的老人给救了回去 当时孙邦骏见到这个日本人痴痴傻傻的 却没想到一照顾就是四十多年 甚至在孙邦骏离开人世之后 孙邦骏的家里人也是将他当作家里长辈来看待 并且一直想一定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大约在几十年之后 中日关系已经慢慢平和了 这才打开了中日之门 石田东四郎也是顺利的回到了家乡 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年 孙邦骏的后人没想到还能够再次见到石田东四郎 并且还获得了他们的回报 那就是在当地建立所小学来帮助更多的人 这次实在是令人惊叹 仇恨并不能解决一切 反而是温情和关爱 才能够将更多的人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 好了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